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 大家好 我先介紹她自己 我叫陸潔玲 大家可以叫我Kidling 今天我們想作為一個開場的引誌 跟大家去看一看性別平均的運動的發展 當然時間有限 不會講得很仔細 但為何要講這件事呢 其實在香港立法禁止歧視的產生的時候 第一浪的開展其實就是講男女平等的問題 而在這個過程裏 其實新婦女協進會和婦女團體 當時都下了很多的功夫 去推動整個社會的一個討論 在這裏想強調的是 立法不是一個終極 又或者立法也不是一個單一行使的行動 而是說裏面配合了公眾的討論 教育和立法 以至到去檢討和引申再討論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所以今天也想講一下過往的歷史法 如果說香港的第一條反歧視的法例 是在1995年的時候通過 是一個性別歧視的條例 至於條例裏面 這個我比較簡單講一下 詳細一點的那些 就留給張曉峯的律師 可以詳細問他 因為我也是一般人 所以我講一個比較簡單的版本 他定名了什麼呢 就是性別、婚姻狀況和懷孕這三樣東西的歧視 和第四樣就是性騷擾的問題 如果是環繞了這三方面 進行歧視和產生性騷擾的話 這一個是屬於違反的 而這個歷史的進程 然後就出現了平等機會委員會 就是由一個委員會去幫忙 一起去消除歧視和關於騷擾的問題 最終極的目的 是希望出現的是一個男女平等 而不是你看到在這裏 我們不是想去告一些人 或者是將一些人監禁或者罰本 這不是最終的目的 反而是希望能夠在社會上的不同社群 而我們當時大部分集中說的是男性和女性 當時我們都用了一個比較單一的說法 關於社會上的性別 有男和女的一個說法 這個條例在1995年頒布 在1996年是全面生效 這是很強調的一件事 在裏面提到 條例適用於男性和女性的女子同時 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我們多些強調了 說到一個女性面對一個比較差的處境 在社會上高 可能基於她 你懷孕會生孩子 你又會照顧家庭 你會分心 如果你分心的話 所以我升天的時候 或者請人的時候 我有一個潛意識 或者一個想法 就是覺得不如不要請女人 因為我假設背後 就是她有一些這樣的考慮 在我們當時 我們都會比較集中去講這個問題 多些 到後期我們體會到 透過一個不斷討論的時候 例如有這樣的高中場合去談 我們發現 其實男性也遭受到一些影響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女性全部都放在家庭裏面的時候 同樣男性都是被迫地 一定要離開家庭 如果他們留在家裡照顧小朋友的時候 我們又會有一種想法 覺得這個男人不要 或者甚至現在 可能這一代少些會說 或者用一些吃軟飯等等的方式 去描述這個男性 對於她的生活模式 或者甚至在家庭裏面 他們自己商量了的處理方式 所以當這些產生適用的時候 其實我們當時已經開始去體會到 那個所謂歧視是不存在 只是男性歧視女性 而是說男性都遭受到歧視的 而我們理解的就是一個 在性別裏面的一個平等的東西 然後其實如果大家再要去看詳細一點 在95年的時候再通過了一個殘疾歧視條例 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那個意思就是說 你不可以因為一樣 即是跟性別類同的思考 當然大家的處境很不同 就是說如果去殘疾的時候 你是基於她要坐輪椅 所以你要請她 不是基於一個她的能力 而她請不請這個人 其實都是牽涉到一個歧視的問題 好了 這個就是講了一個很大路 即香港在哪些範疇上 那些基於一個歧視 就是我們立法去禁止她的一個處境 我們看回婦女的情況 你可以看回歷史 就是在1986年的時候 即是很多年前 即是二三十年前 其實因為聯合國通過了 一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的公約 一個婦女公約的東西 那個名字大概長 就簽署了 所以在香港 婦女團體就聚集在一起 覺得在香港 應該回引這個公約 來到香港去實施 在1993年 經過不同團體看出來 所以這個會很明白的 大部分都是站在弱勢 或者不被照顧 或者是未能夠發聲的團體 出來去爭取 到了1993年 政府終於搞了一個 男女平等機會的 綠皮書 然後去諮詢公眾 這類平等機會的一個法例 或者是在社會上推行的 一定要看回公眾的意見 以及在公眾裏面 有一個深切的討論 當時婦女團體 都做了很多請願 簽名行動等等 去約見 游泳這些工作 直至到 剛才提到的1994年 才正式去立法 我們解釋一下 為何我們要去爭取立法 為何要在這裏解釋 就是希望大家都用 一個這樣的角度去思考 日後未來的不同的立法 例如今次針對性別認同 性傾向 或者跨性別人士 去理解清晰所謂的立法 是甚麼意思 我作為一個雷文的說法 那個平等的機會 其實我們說的一個 就是Equal Opportunity 不是因為這個人有那個性別 或者他有那個性取向 而令到他沒有一個同樣的發展機會 這個說的一個opportunity 不是要看齊 因為很多時候都有一定的誤解 大家有一個選擇權 去譬如做某種的職業 這個比較清晰 可能是做某種的職業裏面 又或者譬如以婦女來說 新界原居民的繼承權 這些問題 譬如說他有沒有一個平等的機會 第二樣東西 就是我們說的 所謂叫個人政治的問題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會說有男女問題 是比較容易發展開去看的 就是說究竟在家裏面 誰負責照小朋友 或者婦女那個位置 應該做些甚麼 好像是一個很家庭處理的問題 是他兩個人的問題 但是當我們慢慢去 久而久之去看一下 社會的一些practice 一些實踐的時候 我們發現這個絕對不是一個私人 私下去解決的問題 不是在家庭裏面自己 兩公共談談他去解決到的問題 而立法能夠做到一件事 就是把一個好像 爆似是私人問題的東西 尋求一個法律的途徑去解決 記住是一個有可能尋求 而不是當我們成立了立法之後 就隨便我們在街上可以說 這個人就犯了歧視法 不是這樣 而是當我們認為當事人 有一個這樣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他是可以除了在一個私下去解決 或者大家討論去解決之外 他還可以尋求法律去解決這個問題 甚至現在除了法律去解決 現在出現一些調解 這些方面其實都可以疏緩了社會 對於一些問題的一個必然性的理解 而立法還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寫清楚那個範圍在哪些方面 是在譬如我們說的計成全上 在職場的性騷擾上高 你在討論和立法的時候 就要搞清楚在哪個牆域裡面 什麼時候算是歧視 什麼時候算是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發現 譬如說性別歧視上高 在一個比較有效的方式 透過這樣 其實我們都是被教育中 我們都不會隨便 不然任何人跟我們說一句話 我都會說 你性別歧視我 因為來誠所以你這樣對我 也就是說我們去想清楚 大家寫清楚在哪些範圍上高 整個社會同時達成一個共識 對於不同性別的一個理解 這個呢 亦都是我們理解 就是聖節平權的一個 就是那個立法的原因 與此同時 他很強調地說的一個 就是必須配合教育 和意識提升 那個法例 不是用來指控人的 而是說希望大家 是有一個尋求的共識 和不斷互相去教育 大家提出一個意見 而過往即是面對過的 即是包括了 譬如說 基於那個婦女 即是她會懷孕 或者由於她會很多時 扮演照顧者的角色 以至到她在職場上高 不受到一個聖遷 的職務主 對於她的工作能力有懷疑 或者甚至更明顯的 就是當你懷孕的時候 會解僱你 解僱你 這些問題都透過 歧視條例的立法之後 當然裏面出現了一些 不同的案件會出現 但其實我們不是希望 會出現很多的訴訟 反而是說 那怎樣呢 老闆會懷孕 周圍的員工會懷孕 那個本身 大肚女的員工會懷孕 他會知道自己權利在哪裏 他同時會知道 他上司會知道 他老闆會知道 他老闆會知道 而是透過大家的共識之下 和理解之下 令到那個情況不會出現 其實不會出現 是我們更加想見到的事情 但萬一這個場景裏面不出現 剛才提及的三個場景都不出現的時候 可以怎樣呢 就是透過一個訴訟 希望獲取一個合理的賠償和一個合理的解釋 對整件事 我們對於這個立法的一個理解 譬如說在1994、1995年的時候一樣 我想不知大家了解 或者有沒有看 最近說的一個電影 涉聽風雲衣服 裏面都在說原居民的問題 在裏面出現了一件事 原來當時新界的女原居民 是沒有份繼承 會出現一個什麽問題呢 就是一個後果就是 如果這個女性 她不能生她的嬰兒是男性的話 其實她就沒有可能繼承 那一間屋的舉例 然後當她老公死了之後 就沒有辦法了 變成出現了她的叔父 兄弟等等 可以claim回那間屋的權利 我們從來 如果不是一些新界類的原居群 出來講她的一個問題 我們理解不了 原來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個繼承很清晰 就是不基於任何理由 去解釋而到的 由於你是女人 所以就出現你不能繼承 一個這樣的情況下 令我們一起去反思一下 這個問題就肯定是性別歧視來的 是基於她是女人 所以不能夠繼承 基於你是男人 所以能夠這樣 在當時出現了一個很大的運動 亦都是透過不同的婦女團體 和新界原居民的婦女團體 都有出來 甚至當時 我所說的 不是只有婦女出來爭取 而是男性都會協助一起爭取 因為她看到裡面有一個不公平的地方 而最後就是 新界女性的原居民才享有那個繼承權 另外也是關係到 譬如職場性騷擾 這些都是一些我們今天見到的問題 而甚至今天我們去看職場性騷擾 亦都不僅是benefit 是女性的 男性在職場上高都受到性騷擾的影響 這個也是我想指出 就是從過往的經驗裏面 那個歧視立法是九五年 是二十年的時間裏面 我們反思和看到的一個現象 而是說我們能夠體會到 整個立法的精神在哪裏 或者最終目的是為了些什麽 而我們辛苦了協助會 其實在88年的時候 對於一個關注同性戀的權利 就是說同性戀在法律上高 他們的一個性行為的模式 是受到一個法律的不認可 在這裡我們都認為是一個歧視的東西 同樣的就是性模式 其實是每一個人自由的一個選擇 為何我們特別對於某一個性別 或者是性傾向的人 我們會有一個不同的標準 而現在在針對那個 就是一個雙重標準的問題 在當時我們都發表了很多意見 希望能夠那個 即我們講的性別平權 不是那麽簡單說男性和女性 而是說在裡面有當樣性的 有不同性別傾向的人 有不同性別認同的人 有甚至一些跨性別的人 那他們在社會上高 有沒有享有同樣的權利 而他們的權利是沒有被剝削到的呢 不好意思 是的 時間這樣緊逼 其實在1994年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是 胡鴻祖當時是立法會議員 當時都在談一個 就是說其實那個平等的機會 的條例草案應該包含了 性別 家庭崗位 年齡 性傾向 種族 殘疾 政治 甚至宗教的一個歷念上高的 不可以的範疇 其實是相對比較闊一些的 不過後來在這個過程裏面 政府只是提升了性別 家庭安慰 以至到遺漏了 譬如可能年齡 性傾向的歧視 等到今天才有機會去討論 而去到2009年的時候 那個《家暴條例》裏面的修訂 亦都有一個比較大的突破 去看回 其實同情同居者裏面 究竟他們是否都應該享有 即所謂在家庭暴力條例裏面 他們其實都受著 家庭暴力事件的影響 在這些條例裏面 不應該將他們排斥在外面 這也是在這幾年間 發生的一些處境 我們今天在這裏講這個立場 給大家聽是希望大家去參考 不是要impose在大家身上高 但譬如我們的理解 就是社會不斷去進步 或者我們去體會到 或者學習到更加不同的東西 我們由性別去起手 男和女之間的分別去起手 但譬如婦女的社群 其實都是很多樣 有殘疾的婦女 有性小重的婦女 或者是女同志 跨性別的人士 都是其實我們關注的範圍 而我們今時今日去到社會 由幾十年代前的一個處境 到今時今日 過往我們走過來的路 能否給我們更多的理解 去思考今天呢 而我們自己本身就會覺得 我們從這個法例成立 裡面體會到 我們應該更加著重 在我們共同的群體裡面 當我講了婦女 或者當我講了男性的時候 裡面其實都有很多的多樣性 他們的權利有沒有被照顧呢 是一個我們關注的問題 或者我今天先講到這裡 或者之後大家有問題 希望大家多點提出來 呢 不然我們也可以 剛才這位 正在說明 去哪個家 很難是 我喜歡 那你在說明 下月 我把他 一直在說明 有些桌仔 他